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些凶猛的野兽 可现在狼群都要伤人了 当地扛把子还没出来管事 也难怪周叔会大动赶火 二龙端了上堂的猎枪 警惕的看着狼群 估计是不会出来了 我们这里发生的事情 扛把子那边都知道 到现在还没出现 谁说明这种情况 他而默许的 周叔碎了一口 这难不成 就是错进一秒的后果 二龙不可知否的点点头 兴许是吧 不过是我们破坏规矩才先 扛把子不说了 也符合山里的规矩 待会儿看我手势行动 擒贼先擒王 把头狼打下来 剩下的就不足为据了 说着二龙上前 眼睛盯着那只头狼 开了第一枪 这种情况下 一定不能表现出 确议了 狼这种东西 跟狗一样 你越是害怕的 越是凶狠 而且越早动手越好 不然等到狼群围死了 那就棘手了呀 周叔胆子虽小 但此时事关生死 倒也不马虎 提着香上去 连续打了好几发子弹 虽然都落空了 但好在震慑住了狼群 后边第一只狼扑了声量 说是十那十块 二愣一枪打在了他肚子上 铁杀把他肚子 打出一个大雪窟窿 鲜血洒在雪地上 好似一朵朵生开的煤环 周叔感觉枪不顺手 索性拔出腰刀来劈开 一时间也重伤了几头恶狼 就在这时 头狼突然仰天长笑 顿时周围所有的狼都停止了进攻 开始围着二人转起了圈 二愣骂了一心 这狗日的玩意啊 这他娘的是想耗死我们的 现在可怎么办呢 周叔环顾四周问道 这狼群只要是铁了心的耗在这里 那么最后死的只会是他们两人 二愣本来是打算先打头狼 可那头狼一时藏在狼群后方 一点机会也不留给他 现在想打头狼的主意 实在是困难 狼的持久力和耐力 在动物中算是拔尖的 二愣心里心出 再这么耗下去 对自己这边没有一点好处 可贸然动手 又恐激起狼群的扑咬 到时候只会死得更惨 就在周叔跟二愣进了一两难时 耳边突然传来一阵扑斥的声音 好像是有什么东西飞了过来 周叔抬头一看 在旁边的树枝子上 看到了一只夜猫子 啊 夜猫子就是猫头鹰 在老东北的山里里很常见 此时他正扑愣着翅膀 看着下面对蚀的双方 坏了 怎么把这玩意儿给招来了 二愣盯着树枝上的夜猫子 显得很是慌张 周叔有些不明 所以二愣继续说道 这玩意儿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我们当地一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 夜猫子进宅 无时不来啊 不怕夜猫子叫 就怕夜猫子笑 这玩意儿被当地人认为不祥 所以又叫他们 竹魂鸟 爆丧鸟 难不成咱们这次真的要宰在这里了 看他娘的爆丧鸟 让他给自己爆丧去吧 周叔听了气不大一出来啊 本来被狼群围攻就够恼火的了 这又来只所谓的爆丧鸟 周叔偏不信这个心 对着树枝上的夜猫子 就是一管鸟杀 周叔这一枪没有打中 那只夜猫子好像能提前预知危险似的 连皮都没有擦到 反而还激起了那夜猫子的怒火 扑冷着翅膀 拐叫了起来 夜猫子的叫声 很是怪异啊 跟乌鸦叫声一样难听 在夜色已慢的当时 再一听 跟鬼叫似的阴森凄凉 周叔被这叫声 惊起了一身的鸡皮嘎的 耳冷 被周叔突如其来的开墙声 吓了一跳 见到夜猫子被激怒 他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狠狠地瞪了二叔 周叔一言 你这个扁犊子玩意儿 迟早要把老子给连累死 周叔浑然不在意 反驳地说道 哼 一只会飞的畜生而已 难不得他还能玩死我们 二愣恨铁不跟红钢地说呀 你他娘的看看周围 这要是单是指挥飞的畜生 能把那狼群都给惊走了吗 二愣说完 周叔才发现 周瑞的狼群 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消失了 不过周叔心里 仍不是很相信 狼群是被发怒的夜猫子 给惊走的 这下玩犊子了 这玩意儿好像是 这地方的扛把子 咱们怕不是捅了马蜂窝了吧 二愣面色惊骨地说道 因为他发现周围的雪 不知道怎么回事越下越大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 那只夜猫子 翅膀扑愣得越快 雪就下得越急 看啊 就是这狗日的玩意儿 让狼群围攻我们的 周叔骂骂咧咧地说道 一想起这别犊子 刚才还副悠哉悠哉看戏的模样 周叔心里就止不住地恼火 于是当下又开了几枪 二愣也没闲着 他虽然顾忌山里的规矩 但这并不代表他就怕事 更何况自己 差点一味他 被狼群给活活撕了 泥人哪 都有三分火气 面对想要自己命的东西 二愣也不含糊 直接一管铁杀招呼了上去 不得不说呀 二愣的准头 比周叔要强太多了 只是可惜 擦着夜猫子的脑袋 飞了过去 不然这一枪 足可以把脑袋都给他烘碎了 夜猫子被彻底激怒了 深山里 零下的温度 让周叔感觉手脚冰凉 步子也有些僵硬 而此时雪 却越下越大 那时夜猫子 仿佛就是这个地方的掌控者 周叔哆嗦地问着二愣 现在该怎么办 二愣被雪 模糊了眼睛 说道 咱们展示 只能先折火音庙 那地方虽然邪想 但总比在这里等死好 二愣知道 音庙那地儿古怪 可眼下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留在这里 虽然一时没什么危险 可等那只夜猫子回过神来 再把狼群给照过来 那时候真是神仙难救啊 所以趁着夜猫子没反应过来 他们先去音庙避避 等到时候 就算狼群来了 也能打个有准备的仗了 说着二愣 凭借着记忆中的路线 开始一步步往音庙方向折返 周叔在后边 一直瞄准着夜猫子的翅膀打 虽然没有打成过一次 但是因为他们争取了不少的时间 人在生命受到威胁时 往往会爆发出 与自身不匹配的潜力 周叔头一次发现自己 原来可以跑得那么快 之前被干头疼的鸡血 好像不存在一般 复杂的山里 一片的如履平地 很快俩人的视线里 就出现了阴妙的轮廓 后边紧最不舍的夜猫子 好似不甘心啊 扑愣着翅膀 发出刺耳的叫声 随着叫声附近黑暗中 出现了一支支 冒着荧光的眼睛 先前被惊退的狼群 真的又被夜猫子 给找回来了 二愣喝了一声 让周叔赶紧进庙 自己停下来 把枪上膛 与狼群周旋 在接连解决几头 冲锋狼之后 二愣也开始慢慢向后退去 等到他退到 离庙不远处的地方 发现周叔 跟傻了字的 挡在门口 本来就是生死攸关的时候 眼见周叔 突然犯傻 二愣霸道 还不进去 你他娘是准备 战争死吗 周叔没有回答二愣的话 只是颤着肩膀说的 里边好像有东西 二愣刚想问什么东西 可是却从周叔的语气中 听到了恐惧 于是朝庙里忘了几眼 正是这几眼 让周叔感觉自己浑身血管 被冰冻了一样 庙里既然出现一串 湿漉漉的脚印 跟之前在庙门口发现的一样 比正常人的 要打成两倍不值 这次的脚印 仍然不是很清晰 不过可以分辨出来 跟人的脚印 很相似 如果再小一点 不知道的还以为 是有人在外边 赤脚踩血后进来 在地下留下来的 周叔不知道 该信不该信 望向二愣 似乎在询问他的意见 后方狼寻呼视眈眈 那只叶猫子 站在树枝子上 注视着他们 二愣咬了咬牙 管不了那么多了 赶紧进去 说完 二愣提着枪就进了庙门 进去的时候 二愣勤不自禁地握起了枪 周叔也是 崩起了全身的神经 不过好在庙里边 什么都没有 周叔跟二愣进到庙里以后 外边的狼群 依然没散 一直朝着门口里边打转 那是叶猫子 也没有离开 只会时不时地 对阴庙怪叫两声 在这大学深夜的老山林里 显得是诡异极了 周叔颇为疑惑地说 那畜生说啥呢 该不会是 跟这庙里边的东西谈判的吧 你他娘的鬼嘴里 这就像那狗一样 吐不出一点好话来 寻思那么多干啥 赶紧睡觉 明天还要接着找黄心来 说着二愣 真的就找了个地方躺了下去 周叔被二愣骂得没脾气 不过还是问道 那今晚上不用守夜了吗 会不会 不太安全呢 万一那畜生闯进来了 岂不是把我们包饺子了 二愣颇为不耐烦地说 让你睡你就睡 哪那么多事 实在手痒啊 出去跟那野猫子盘盘盗 看看你俩谁比谁能呢 周叔善善地说道 我这不是担心吗 那玩意儿那么邪乎 我出去岂不是找死啊 睡觉睡觉 说完周叔 也寻了个地儿躺下 没一会儿 二愣就憨声连天 好像是真的一点也不担心 只是可怜周叔 害怕狼群突然闯进来 一时不敢合眼 直到实在困得不行 也是半睡半醒的状态 第二天天一扫 二愣早早地醒了过来 周二精神放松碎了一宿 感觉浑身都是利息 可这周叔就惨了 顶着两个黑眼圈 一脸的疲惫感 被二愣啊 看到又是一顿臭骂 雪停了 此时外边的狼群和野猫子都不见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 昨夜凌乱的雪地 今早已经恢复了整洁 二愣在雪地上看了看 旋人上面没有动物的脚印 告诉周叔可以走了 走之前 二愣从包里 拿出来馒头跟肉干 在庙里摆成了祭拜的样子 然后重重的磕了几个头 才带着周叔离开 二愣这次专门绕过了野猫子管辖的地盘 换了条路线 进山了 途中他们在一棵树上 看到了一个大蜂巢 二愣爬着去 三下五出二就把蜜蜂给掏了出来 二愣说 这蜂蜜是野生的冬蜜 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 清凉 甘甜 还有一股淡淡的清香 屯子里的老人们常说 这野生冬蜜是大山里最珍贵的药引子 特别是一些老蜜 常人很难寻到的 中午的时候抓到两只野鸡 二人就这蜂蜜烤了一只 咬上一口蜂蜜 顺着嘴角就躺了下来 给周叔掺的风卷残云般 将半只野鸡吞进了肚子 后来周叔想打另一只野鸡的主意 不过二愣告诉他 别做梦了 这另一只野鸡留着还有用呢 周叔也不管 二愣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想起昨晚 害自己白白担心一宿 这颇为不爽啊 别问他 你昨晚心掌那么大呀 真不怕你扔畜生 闯进来把咱俩吃了 二愣摇了摇头 很是独定的说道 他们不敢闯进来的 周叔问为什么 二愣说道 你昨晚就没发现 那庙里边是有进去的脚印 没有出去的吗 啊 你啥意思 周叔一时没反应过来 然后随后他瞳孔猛的睁大了 你说 昨晚庙里除了我们 还有其他的东西 二愣点了点头 周叔思考面后 又问他 你 你咋那么肯定 万一那东西 是脚干了后才出去呢 所以没在地上 留下出息时的脚印 这样也能说得通啊 二愣又摇了摇头 哼 我看着他了 他就在你旁边的角落里 二愣用最平静的语气 说出最可怕的话 虽然还是白天 可周叔还是惊起了一身的鸡皮尬的 感觉 甚至全身的毛孔都炸了出来 脖子后边冰凉冰凉的 啊 你 你看到是什么呀 真的是 阴魂吗 周叔缓了好一会儿 才结结巴巴的问道 二愣淡淡的回答 不是 是夜游神 我怕吓得你 所以就没说 谁知道 你眼巴巴的 哎 胆心了一宿啊 真的有夜游神吗 周叔仍是不敢相信 传说夜游神 生在大山黄野 共有十六位 一个个 都是小脸颊红筋绑 他们手完手 连成一片 为天地授业 白天他们隐去 只有夜里 才会出现寻夜 二愣搓了搓脸 真的有 不过我呀 也是头一次见 是前厅说 屯子里 有人曾见过 啊 就那个大壮 婆娘被老虎呼呼了 那个 当初他婆娘 怀孩子的时候 他想进山 给婆娘弄点 山芝野味补补 结果 就碰见有神了 二愣说 那次大壮在山上 溜达了一天 太阳下山的时候 在套子里 发现了一只野兔 后边 又看了看 其他的套子 结果 一不留神 误了时间了 等他反应过来 天已经黑了 山里人 在山里过夜 也不是啥多难的事 当时大壮 就准备在山里 歇歇一宿 等第二天点亮 再回去 当天晚上 大壮准备 蒸点东西吃 临时屋里边 锅碗瓢盆 什么的都有 可能是很久 没用了 都落了些灰 于是大壮 就低着锅 去河边 给洗了洗 结果正在洗着呢 就感觉 突然自己后背 被拍了一下 因为洗锅 太投入 大壮以为 自己还在囤子里 就问了 去干啥 可刚说完话 他立马就反应过来 自己是身在 深山老林 哪来的人呢 当时大壮头上 冷汗刷的一下 就流了下来 回头 就看到了 模样圣人的野游神 那野游神 还冲他笑了笑 就给他吓得 拔腿就跑 连逮到的野兔 都没拿 一口气 跑回了囤子里 回来后 说了好几天 无话 那段时间 停停做梦 过了好长时间呢 才缓了过来 听完大创 遭遇野游神的故事 周叔问道 这么说 野游神也不算 傻好家伙 那他昨晚 咋会好心帮咱们呢 阿尔棱解释道 以前老人常说呀 野游神寻野时 会把民间百姓的冤屈啊 禀报给天地 使正义得到伸张 恶人 得到惩罚 作案呢 估计是看咱们 被那夜猫子欺负的太惨 所以 绑咱们一把 呵 何时他是 可怜咱俩呢 周叔哭笑不得的说 二愣不可知否得点了点头 竟然说道 这山里面 有灵性的东西 不在少数 可他们 跟人不一样 再怎么修炼 也是本性难改呀 哎 你看那白玉京 认得修炼多少年 那骨子骚味 还是丢不掉 你之前 不是问我 留着那只野鸡做啥吗 我告诉你啊 咱们光这么满山跑 是找不到黄仙的 只要让他自己出来 所以 我留了蜂蜜和野鸡 咱们就来个 引黄仙 好的 听众朋友们 六集了啊 下边一集 就是本 故事的最后一集了 这看看这个黄仙 什么时候出来吧 好的 今天这个嗓子 特别难受啊 从前不知道 听了多少次 有点咳嗽啊 再 这不说了 感谢支持老杨的 东北邪乎事 可以的话 各位小主 打赏一下 也可以把故事 分享给你的朋友 没嘴 他和你一样 爱听我们 东北人的故事呢 好的 下集见啊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哈喽 哈啰 朋友们 本来想着 今晚早点睡觉 明天录一下 一些平台上的影 但是想到 这东北怪谈呢 这个系列 嗯 现在是最终章了 马上再录就是最后一集 想了想 睡觉之前 还是把最终给大家播完吧 欢迎大家收听 老杨为你播讲的 东北的那些邪恶事 上回书说道 周叔二愣两个人 为了左臂叶猫子 与狼群的围攻 迫于无奈 躲进了阴庙 后得夜游神的庇护 方才夺过一劫 为了尽快消灭 囤子里的数货 一大早 二人便开始 接着进山 寻荒仙去了 二人告诉周叔啊 动物和人 有本质上的区别 人才道行在身 仍是丢不掉 一些天生的特征 古话说得好啊 狐狸尾巴 早晚有一天 会露出来 修炼的年头再久 可动物 始终还是动物 隐藏一时可以 但时间长了 总会露出马脚 有些东西 不是想丢 就等丢得掉的 二人说 这黄仙呢 虽然有一身导航 但骨子里的特性 是改不了的 用蜂蜜 烤野鸡 铁定 能把它给引出来 周叔也觉得 这个办法好 省得自己 跟无头苍蝇似的 到处乱跑 于是催促着二愣 赶紧引黄仙 二愣却摆了摆手 现在还不是时候 黄仙虽是闲着 但也习惯了 咒服夜出 我们先找一地歇一会儿 等到了晚上 再做准备啊 而后俩人便找了个地方 简单做了个帐篷 背靠背的 靠在一起休息了起来 很快就到了晚上 吃了点东西 周叔跟二愣 开始接着往黄仙 藏身的地方赶去 当天夜里的月光很亮 星星也有不少 看样子 明天是个难得的好天气啊 脚下的鸡血 被他们踩得是 咯吱咯吱作响 这一路还算平静 他们离黄仙 藏身的地方 越来越近了 不过周叔 心里依旧没谱 他不知道 黄仙会不会帮忙 毕竟刘姓远 都死那么多年了 人走茶凉这个道理 他还是懂的 月亮越来越高了 两人前后 都是白茫茫的雪地 和树影戳戳的林子 周围十分寂静 只能听到 出纵的喘气声 兴许是在这山林子里 待久了 周叔倒也不觉得 这安静是一件 十分可怕的事 甚至开始享受 也不再跟二愣闲聊 静起心来 能发现不少 曾经错过的风景 可是渐渐 周围不知道 什么时候起了雾 等周叔二愣反应过来 奴雾已经 把他们给包围了 抬头起台看看 原来清晰可见的月亮 被模糊的 只剩下一个小圆点 周叔看了一下二愣 他知道 事出反常必有妖啊 这大神里的规矩很多 他不知道 不代表二愣不知道 我说 这雾再来这么突然呢 周叔是倍感不及 二愣没有应声 反而开始左右打量 借着一脸欣喜的说道 到了 咱们到了 咱们离黄仙呢 不远了 周如还没反应过来 就听二愣接着说 关于大山 一时有这么一个传说 传说每座山都有山神守护 山里边的动物 就是山神的孩子 时间久了 有的开了灵芝 有的变化出了人形 这种能力 是大山和日月赋予的 不被外人所得知 所以啊 为了防止人类 善进他们的道场 山神就会在他们的道场上 说一道禁止 但凡有人闯入 就会遭遇迷雾 分不清方向 也就是说 是因为我们快到了 黄仙的道场 所以才遭遇了 这突如其来的迷雾 周叔向二愣问道 二愣点了点头 没错啊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只要穿过这层迷雾 就能找到黄仙了 那我们要怎么穿过迷雾啊 周叔又问道 二愣摇了摇头 不知道啊 我从没听说过 有人能破开山神社的迷雾啊 破不开会怎么样 会避失在雾里 直到死亡啊 周叔被二愣这话吓了一跳 随后愤声说道 那你不觉得 自己刚才高兴太早了吗 不算早不算早啊 二愣摇摇头 拿出了蜂蜜 和处理好的野鸡说道 咱们用不着 静迷雾 直接在这里 把黄仙给引出来啊 听到这里 周叔再尝出了一口气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二愣把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 这个时候 却突然点不着火了 来之前 二愣把山上巢 没带火柴 带的是打火石和火折子 柴火也是之前准备好的干柴火 本来就是一点就着的那种 可偏偏现在去 怎么点都点不着 打火石打不出一点火星 火折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灭了 你怎么吹都吹不着啊 哎呀 这下玩毒的了 二愣额头上开始冒汗了 这火要是点不着 还拿什么印黄仙呢 二愣原本是打算烤枝 蜂蜜野鸡 用鸡肉的香味 把黄仙引出来 黄仙本来就好这口 但凡闻到香味 肯定会被吸引出来 可现在百密一输 谁能想到关键的时候 竟然生不了火 给二愣急的是直挠头皮啊 而且这个时候 农雾已经将他们彻底包领 本来夜里视线就不是很好 这下能见度只有三米 三米开外 只能看到默默乎乎的影子 然而就在这时 周叔突然感觉 有人在拽自己的衣角 你点不着火 拽我能有啥办法 我身上又没有能生火的家伙事啊 周叔说着 转过身 只不过 刚转过身 他就愣住了 因为身后没人 二愣还在一边 想办法生火 不可能跟这自己 开这种玩笑啊 那么刚才拽自己的 到底是谁啊 二愣看周叔 有些发愣 于是问道 哎 咋了 没事 可能是我感觉错了 周叔也怀疑 是不是自己 绷得弦太紧了 二愣一头雾水 不过当时 一心只想着 怎么把火生起来 也没有想那么多 直到周叔 脸色大变 靠近他说 哎 你刚才 听不听到什么声音 二愣看周叔 一脸紧张 刚想问他怎么了 回过头 却在灵力的雪地上 看到了几个 隔壳不入的脚印 周叔和二愣穿的 都是四十多马的鞋子 跟船似的 可地上多出来几个脚印 却是极其瘦小 展一看 跟孩子留下来的一样 会不会 是一庙里的阴魂 跟上来了 周叔问道 这个脚印 虽然比之前 发现的不一样 但是在这偏僻的深山 也只有这一个可能 二愣要聊头 哎 不是啊 你看 这脚印很深啊 不像阴魂流下来的 我敢肯定 有什么东西 藏在在我们身边呢 周叔听了 心头一紧 赶紧搜索这周围 可以藏身的地方 就在他自顾的时候 迷雾中突然 闪现一道身影 什么东西 二愣反应过来 可周围到处都是 白茫茫的雾气 其他什么都没有 不过现在可以肯定 跟着他们的一个 是个实体 具体是什么实体 二愣和周叔都没看清 虽然脚印是人的脚印 但在这偏僻的深山 碰到人 比碰到鬼的几率还低啊 二愣也没有以为 对方是实体而放宽了心 这个时候 他宁愿面对 虚无缥缈的阴魂 也不愿意面对 一个不知物种的实体 毕竟这山太大了 出了什么稀奇的东西 都有可能啊 现在该咋办呢 眼瞅着 这火也生着 咱们总不能在这 死耗着吧 周叔问道 周围那个位置的东西 让他很是忌惮 二愣呲牙里嘴的说 不好办啊 这雾气是山神社的平常 总没听说过 有谁能闯过去的 可就这么回去 也不行啊 屯子里的人 还等着咱救命啊 周叔也倍感为难啊 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可就在这时 周围突然响起了乌夜声 好像是婴儿啼哭 又好像是怨妇在抽气 在这黑漆漆的深夜 冷不丁的 把他们吓出一身冷汗 脖子后边 一个劲的冒着凉气 周叔跟二愣 背靠着背 握着墙 来回寻找哭声的方向 可这夜里 又是大雾 他们实在难以分清 这哭声到底是从什么地方 传过来的 深人的哭声还在继续 此时不知道从何时 吹过了一阵怪风 将雾吹散了一点 周叔眼间 拽了拽二愣的衣袖 看到了 在那里 二愣给周叔使了个眼神 示意的剑机行驶 接着一点点的靠近 握着枪的手心 不知不觉出了一层喜遗憾 等离得近了 他们终于看清 一个裹了黄色衣服的背影 板勾了只身子 肩膀一耸一耸的 似乎是在眼面抽气 好像是个人呢 周叔不太肯定的说道 接着问二愣 要不要过去看看 阿尔愣心里有些犹豫啊 民间有传说 说有人在夜间赶路 常碰到有一女子 在路边眼面哭泣 让人心声侧疑 可这样的女子 往往是厉鬼所化 你若去拍那女子的肩膀 转过头来的 或许是一张极为猙獰的鬼脸 这时候人的三团养活 也会因此扑灭 后便会为这厉鬼夺去性命 周叔是最不喜欢看二愣 这优柔寡断的样子 当心说道 怕啥呀 管他是什么东西 爷爷手里的枪 可不是面团捏的 说完 也不管二愣 劝阻 静止往那黄色的身影走去 可任凭周叔怎么走 那迷雾中的身影 始终跟他保持着不变的距离 周叔好像没发现一般 还是卯足了劲往前走 甚至越走越远了 就在这时 发现不对劲的二愣 追上去拉住周叔 猛的一把 把周叔给拖倒在雪地上 周叔被这么一拉 反应了过来 回头看着二愣 有些不爽 可还没等他发作 就听二愣说 你他娘的就是太冒失了 我刚才要不拉你 你真的就嗝屁了 你看看吧 咱们纵了那东西的障眼法了 二愣说完 周叔这才发现 自己脚前是一片漆黑 往下喊一声 还能听到回音 周叔一阵后怕呀 背上惊起了一身的冷汗 这他娘的自己 差点就掉进了悬崖 要不是二愣 眼睛手快拉住周叔 这怕是要掉下去了 真是神仙都难救啊 此时再看前面 那黄色的身影 早已经消失不见 周围只有白茫茫的雾气 和伸手不见的污指 这黑呀 周叔下二愣到了生气 二愣一屁股坐在地上 不能再往前走了 咱再往前走 咱们早晚会死在这里 那也不能 一直待在这里吧 你之前不是说 这雾是山神社的屏障 既然是山神社的屏障 这就算白天 这屏障也不会消失吧 周叔看着二愣说道 二愣喘了口气 白天雾能不能散布清楚 但是我知道 咱们现在肯定是遇到鬼遮掩了 这鬼遮掩跟鬼打墙可不一样 鬼打墙一般是指容易迷路找不到方向 而鬼遮掩都发生在荒郊野岭和大山里 一些跑长途的司机 夜里无缘无故 掉进悬崖或者发生车祸 这也就是被鬼遮掩了 看不清前面的情况 咱们现在就是这情况 话说到此 周叔跟二愣准备在这里歇一休 等第二天天亮在周准备 晚上的时候 周叔和二愣靠着述水 很快被寒人声连起 也不知过了多久 周叔被尿给憋醒了 侧脸一看 发现旁边的二愣不见了踪影 当时周围的五还没有散 周叔东张西网 在雾里看到了二愣的身影 周叔以为二愣在撒尿 走去跟他站成一排 解开阔腰带就准备放水 等他撒完尿发现 二愣还在原地呆呆地站着 便上前准备问问他咋了 周叔上前拍了二愣的肩膀 手还没放上去 二愣猛一回头 周叔竟然在他脸上看到了一张 满是黄色绒毛的脸 那张脸绝不是人脸 上面长满了细小的黄色绒毛 鼻子又尖又长 黑幽幽的眼珠子 紫溜溜的转 嘴巴扯成一个弧形望着周叔 露出怪异的笑容 周叔被这张脸吓得 说不出话 脸上瞬间没了血色 腿肚子走个不停 嘴里的两拍牙 也滴滴答答地撞个眉口 不过下一秒 二愣的脸又变回了原心的模样 但依然还是透露这骨骸 周叔撞着打算 你到底是谁 二愣 转着眼珠子 颇为细腻的说 我是谁 你们不是一直在找我吗 周叔感觉头皮犯马 站着精精的说道 您老监管 我们也是迫不得已 才冒昧闯入 还请您老 周叔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二愣打断 二愣说 得 你也甭给我来这一趟 我成了刘老的情 自然会还 不过这事 毕竟是你们坏了归去再先 到哪说 也是他们占领 不过刘老林中贤 让我帮衬着 囤子里的故人 那我也不能搏了他的面子 但是 二愣突然停了下来 看着周叔黑黑怪 叫了两声 但是吧 说到底 我跟他们 这才是一路人 就这么插手 难免会含了这百万同类的心呢 所以想让我帮你 解决这件事 你 必须答应我 受这山林 二十年 这样 我也好对他们有个交代 当时周叔 很爽快的就答应了下来 因为他觉得自己本身就是知青 在哪里建设不是建设呀 就算成了守林人 也不代表 这二十年 这二十年必须要一直待在山上不能下去 可谁生想到 几年后 政策变动 农村的之星开始大批量的回城 只不过那时候的周叔 已经对这片土地有了感情 于是做了个决定 用余生 来守山林 说回正题呀 答应了黄仙 当守林人之后 周叔便跟着 往屯子的方向下山 本来走不出迷雾的 他 在二愣的带领下 逐渐找到了出路 东方的天 也是越来越亮了 下山的这一路 格外顺利 什么突发的情况都没遇到 周叔甚至都没感觉到累 就仿佛是睁眼 闭眼 嘿 天就亮了 是一盏茶的功夫 屯子就在见前了 快到屯子的时候 周叔才壮着胆 看着二愣开香道 我这朋友 肉眼翻胎 这一路委屈您老了 黄仙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周叔这话什么意思 扯着难看怪异的笑容 哼 你小子也算是个人精 放心吧 你朋友没事 后边 我还有很多时间 要跟他打交道 这就 倒是考验他了 黄仙都这么说了 周叔也只能点头成事 等回到屯子里 二愣让屯子里的人多准备些五股杂粮 他要喝蜀精 盘盘道 后来发生了什么 周叔也不清楚了 当时准备好东西 二愣就大关上房门 把人全都轰了出去 等他出来的时候 告诉屯子里的人 已经谈妥了 蜀精 不会再危害屯子 不过蜀精有个要求 要从屯子里找个人 当地马 借此修行 这个地马 自然选中了二愣 黄仙说 二愣有先缘 他跟蜀精 都选了他 来当地马 黄仙是大教主 虎蜀精 则成了护法 再后来啊 屯子里再也没闹过蜀货 甚至都没出现过老鼠 而二愣 因为一身本事 在当地 逐渐闯出了一番名头 而至于周蜀 他答应了黄仙 要守山林二十年 从此以后 就成了当地的守林人 一直到死 都埋在了山里边 至此 故事已经结束了 至此 故事仍还在发生 东北的邪乎事啊 我们讲多少段子 也讲不完 后边还有很多 精彩的故事 与您共同分享 关注老杨 关注精彩 关注东北的那些邪乎事 感谢各位小主的收听 可以的话 把故事分享给你的朋友 说不定他也爱听呢 录制不义 可以的话 各位小主 打赏一下 老杨 感谢啊 好的 老杨也去睡觉了 感谢各位小主的收听 感谢各位小主的收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